这个男人发现一座金矿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成为超级富豪 肯定经营一家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大型矿业公司 出身富二代又有经济头脑 还有一个即将起哄的未婚妻 看似顺风顺水的人生 却遭遇到全所未有的挫折 父亲的矿业公司经营状况越来越差 他的抱负难以施展 互相就这么碌碌无为 靠着祖上的记忆活一辈子 自为矿业公司 没有新的矿可怕就没有钱赚 为了寻找新的出路 他决定寻找新的矿源 经过一番探索 他来到一个峡谷 挖矿这件事从来都是一场赌注 经常会无功而返 在没有挖开那一刻 永远不知道地下藏着什么 时间一晃七年过去了 肯尼在这个峡谷清除了七年的心血 日复一日的勘探却一无所获 每天只能在小酒馆寻求未解 他不断告诉自己 再坚持一下就能够成功 找不到有价值的矿就没有投资 没有投资 往日的帝国就会坍塌 他每天又坐在矿洞和投资人之间 然而这些项目只是肯尼的一厢情愿 他甚至连投资人都找不到 连贫无事都将他拒之门外 现如今整体经济不景气 投资人越来越保守 对于肯尼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他公司的股价甚至跌到每股四分前 他就在破产的边缘 空虎之声 不想公司就这么晚了 为了公司 他卖掉了房子 接住在女友家里 每天过得浑浑噩噩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宝藏 为了改变现状 他想到了迈克 在印尼曾经对他有缩耳闻 在矿产也小偶名气 如果想在印尼寻找矿产 就必须听迈克的 他是一个有本事的地质学家 人人都想得到他 迈克是他最后的希望 必须找到他 虽然肯尼现在穷困潦倒 只能靠点到女友的食品来换钱 但他还是毫不犹豫 飞到了印尼见到了迈克 他是为了迈克的理论而来 那也曾经是迈克引以为傲的理论 根据他那套理论就能够挖出金子 然而他那套理论 被一个著名地质学家批得一文不值 从那以后他便丧失了所有斗志 或许迈克是肯尼的最后一颗稻草 拼命地想要抓住他 肯尼相信迈克的理论 相信一定能够挖到金子 他愿意和迈克合作 支付所有的费用 他们都是自语天才 却欲不得志的人 都需要一个成功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让那些瞧不起自己的人都好好看看 他们一排了几核 很快就前往一个原始森林 这里完全是原生态未经开发过的 他们翻山越岭来到山腰 看到一座峡谷 这只是一片植被茂密的大峡谷 在外人看来 这里再普通不过了 可在肯尼眼里 这里就是一座金矿 是金子 是钱 是名誉 即便眼前就是一座金矿 也只能看看 它现在连启动资金都没有 他们需要大量的人力 现代化的机器 以及开发许可证 这里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 在金子挖出来之前 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 只要有金子 那就有投资价值 不论多少钱 肯尼都要开发 由于条件简陋 他在餐纸上 签订了改变命运的合同 很快肯尼便着手准备资金 他将股票的售价卖到最低 抛出找到金矿 准备看散的消息 公司的股票被大量认购 在短时间内 筹集了26万美金 虽然和预估的差了很多 但是已经足够开工 后续的钱 他也会源源不断送来 钱要花在刀刃上 他召集这里年轻力壮的廉价劳动力 为他们工作 很快就建立起基地 经过连任来的勘察 化验结果并不理想 投资这里的钱也很快被耗光 肯尼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没有钱来维持正常开销 工人们纷纷离开 峡谷里面只剩下那堆生锈的机器 何不肯承认失败的肯尼 他躺在泥泥地上 人受着雨水的冲击 无助而失望 更糟糕的是 他感染了瘧疾 或许他就要死在这里 迈克不愿意看到肯尼自怨 挨家挨户去求那些工人 满足他们需要干净水的要求 让他们返回 在迈克的帮助下 基地重新回复了正常 肯尼的病也在一段时间休养 痊愈了 与此同时 好消息终于来到 这次的化验结果是 每吨含8盎司 他们找到了金矿 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肯尼发现金矿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整个商界 他们超过三个样品的好结果 引来大批的投资商 他们要求纷纷购买公司股份 肯尼的基地 很快便运用了源源不断资金 所有人都充满了干净 他买下新的办公大楼 雇用了新的员工 所有人都在为金矿 忙起来忙后 正是纽约市的托马斯 也嗅到金子的味道 他打算收购肯尼的公司 而他需要的是合作伙伴 而不是收购 他们有更多的经验和资金 来运营矿业 这座矿山 就是肯尼和迈克的命根子 是他们亲自用眼看 用手挖找到的救命稻草 绝不可能拱手相让 迈克提出银行家旅行策略 带着投资商来参观 现实的感受比出面来得实际 他们向投资商介绍 所有的生产流程 以及带着他们在河里逃金 当他们亲眼看到金子 从自己手中逃出 便会毫不犹豫地投资 他们公司的股票价格 与日俱增 所有人都沉寂在 金子带来的喜悦当中 做着这场金子梦 公司股票在交易所上市 第一天 股价就如火箭般上升 此时的肯尼 是要比他父亲 还要成功的旷野家 金钱不止带来名誉和地位 还让他沉浸在 只醉机密的浮华世界当中 这样成功的男人 自然会吸引众多美女的目光 他和女朋友凯的爱情 出现了危机 一次宴会上 他放着女朋友不管 去和别的女人调情 让凯极为难堪 年龄 相貌 身材 家世 学士 他都比不过 只能够通过喝酒来麻痹自己 相互埋怨 相互讥讽 让他们的爱情变得智力破碎 凯听到公司高层的交谈 好心提醒肯尼 他们只是在利用他 但是被金钱冲昏头脑的肯尼 一个字都停不及去 现在的肯尼让凯感到陌生 他宁愿回到穷的时候 至少那个时候有爱情 他知道自己改变不了 选择了离开 正如他所说 托马斯公司从走到尾都在利用肯尼 他们给了他三亿美元 除去他跟矿业的所有关系 尽管他为金矿差点付出生命 也改变了陪跑的命运 他辛苦的付出从头到尾 都是为别人做嫁衣 为了明确庆史 为了冠名权 更为了梦想 一是一瓶如洗的他 放弃了三亿美元 他们根本不能和大公司抗衡 托马斯公司见他们不合作 就联系当地的军方 将矿山放了起来 他们一面威逼 一面利游 直到把他们钱袋子掏光 没有了金矿 公司一落千丈 股价暴跌 肯尼再次成为穷光蛋 喝醉酒后 睡倒在街边 像是一个无家可贵的流浪汉 麦克从印尼回到美国找到了肯尼 他不能看着肯尼 就这样自保自欺 麦克开导他 这并不是绝境 就像当时让自己名声大道的铜矿一样 麦克当时去找铝土矿 连人来大鱼 让他们的车子陷入沟里 日复一日等待 车子都上锈了 他想着 与其什么都不做 不如堵一把 就把现车的地方 当做了看探地 之后便有了举世注目的超大铜矿 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将开采金矿的资格证拿回来 肯尼听了他的话 瞬间有了动力 两人一起前往了印尼 他们找到高官的儿子戴尼 他不务正业 让父亲很是头疼 肯尼从他的身上下手 让他入伙 或许能够改变他父亲的想法 很快找到这个直夸子弟 真如他们调查那样 除了玩什么都不会 同时也没有那么深的诚服 可是他玩心大 什么都按照他的路子来 他要考验肯尼的胆量 将他扔进老虎笼子里面 只有通过考验 他才加入 肯尼就算舍了这条老命 也要完成 他但是性子 缓缓地靠近老虎 用手摸了摸老虎的头 他的安量让丹尼佩服 决定了加入 这样一来 忙活半天的托马斯公司 什么都没有得到 肯尼的坚持 让他获得了成功 成为世界上 最为初次的探矿者 他在天上的父亲 也为他感到骄傲 现在肯尼成功了 他想要追回他的爱情 跑到凯工作的家具店 却发现凯已经有了别人 一旦失去 就无法挽回 没有人会在原地等待他 他失望地离开了家具店 肯尼不禁感叹自己辛苦奋斗了一生 好不容易熬出了头 身边的人却一个一个都离开了自己 如今的他只剩下迈克这一个朋友了 他在万种瞩目下 说出自己的心声 他有千言万语想要倾诉 什么是探矿者 那是一个一次又一次 相信金矿存在的人 心底永远有一个声音 在告诉自己要前进 身边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 可他依旧在那里 因为他始终有一个信念 金矿就在那里 肯尼就是这个探矿者 他坚持到最后他便成功了 颁奖仪式结束 他享受成功的喜悦 整晚的狂欢成为注目的焦点 这时他怎么都不会想到 这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一场行得如此之快的梦 一大早 肯尼被公司的电话吵醒 他匆忙赶到公司 发现楼下围满的投资者 见到肯尼之后 上来便群殴他 公司出了大事 化验机构找不出迈克发现的金泽 那里从来都没有金泽 很快各大学者纷纷上电视台解密 经过研究 他们发现样品中的金泽 是像盐一样洒进去的 这些个很古老的技法 其实并不高明 可大矿业公司 投资银行 审计时都被骗了 肯尼疯狂地寻找迈克 但迈克像人间蒸发一样 毫无踪迹 所有的猫头都指向了迈克 他们查到 迈克利用空壳公司 购买了公司大量股票 在此之前又是抛售 赚了1.64亿美元 整个淘金热力 只有他是赢家 肯尼从中兴捧的探矿者 到人间人大的国际老鼠 只用了一天时间 很快调查便有了结果 迈克在和肯尼告别之后 乘坐暴计返回了印尼 之后他回到雅加达 在机场被拘留 这时他在转移关押的路上 从直升飞机上 一头载到森林里 几天后发现他已经死亡 脸部也被野猪给吃掉了 1.64亿美元也不翼而飞 迈克不是最终赢家 也只不过是个七千木偶 在这场骗局中 最大的赢家就是 另外一个合伙人 Danny 他们购买了国票 在事发之前开始抛售 获得巨大的利益 让他家族更加富有 肯尼不敢相信 调查员所说的一切 他们都是把梦想 看得比命还重要的人 他差点因为虐惜死掉 当他活过来的时候 只有迈克在他身边 他永远都无法相信 到头来却是一场空 联邦调查局放了肯尼 他们相信他也是被骗的 他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没了 但一切都仿佛还在 他回到了凯德身边 在他的家里收到一封信 里面是肯尼和迈克 在暂时上写下的合约 以及那1.64亿美元 电影到此也告一段落 本片金矿是根据1993年 臭名昭著的黄金诈骗案改变而来 电影原刑中的公司 曾轰动一时 无数人为了金子而来 最后都落得一场空 造成这一切真的只是骗局吗 不 这只是诱因而已 曾经他们有很多机会 来制止这场骗局 从他们的报告中发现弊端 可唯一的结果是 只要能够发财 没有人在乎真相到底是什么 人们只剩下无尽的欲望和贪婪 最终只会埋葬了自己 如果能够重来 或许结果依旧不会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骗子 能够屡次得手的原因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持续更新不见不散